星期假日除了到台中新社参加花海节以外 北部的民众也可以到士林官邸去走走 为期15天的士林官邸局展今天开幕 各式各样的菊花装饰吸引了许多爱花的民众前去观赏 而在整片花海当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用2000多朵菊花布置成的祈福黄鸭 让许多的民众抢着合照 今年的菊花展以局势无双为主题 一共有九大展区三大展览馆 每年局展的焦点 大力局今年的树木渴望打破去年的记录再创新高 而园方也抢搭小鸭热潮 用2600朵的菊花布置成一只祈福黄鸭 让民众又惊又醒 除了花艺装置以外 现场还有音乐会园艺教室等活动 让民众可以拥有不同的视觉感受